中華職棒30週年球季開打 開幕戰由Lamigo桃園隊 對上統一7-11師隊 吸引了13400多位球迷進場支持 這也是中華職棒連續9年以來 開幕戰觀眾人數都超過了萬人 開球嘉賓則是邀請日本棒球美少女 平井美沙英 以及中華職棒創始時期會長 唐盼盼擔任 成為了全場焦點 看到了這個季 我真是感動 非常感動 30年前我們舉行了第一場職業比賽 那個時候姓明明也是非常的激動 30年的進步 真的是讓人家覺得 讓我們尤其像我這種在棒球界 已經這樣這麼久了以後 發現還是有信念就要堅持了 比賽前半段雙方打擊表現疲弱 桃園隊少了王波榮的火力 一度處於落後 直到六七局才開始得分 遊戲在七局下半攻下五分大局 最後逆轉得勝 其中郭炎文打出右外野方向安打 帶兩分打點 幫助球隊奠定勝利之之 也成為了開幕戰的MVP 今天的比賽就是好球來踩攻擊 然後就是盡量去等到自己喜歡的 然後二三點那一次是因為高飛犀身打也有機會先超前 所以我就是盡量選高一點的球來攻擊 比賽結束後 Lummy Girls也邀請MVP郭炎文上台跳舞同歡 這場開幕戰雖然進場人數不如過去幾次開幕戰 但精彩的比賽以及表演仍然吸引住了觀眾的目光 中華職棒邁入30周年 對台灣棒球發展別具意義 再加上魏全龍即將回歸的消息 增添了更多的看點 中央社記者張新緯 桃園報導 中央社記者張新緯 桃園報導